这个500斤的胖妹 竟然一屁股把马桶做她 被卡在里面整整30天 等丈夫出差回来 发现妻子早已嫁和戏去 胖妹和丈夫结婚多年 曾经的她腹白貌美大长腿 只有80斤 而变成如今这番模样 都得归功于她的丈夫 婚后生活 丈夫对她关爱有加 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掉了 丈夫不让她工作 家务活也全包在自己身上 丈夫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下班回家 不管有多累 都要亲自给妻子做饭 胖妹每天要做的就是 吃饭喝水看电视 还有上厕所 简直是把妻子当祖宗供着 看着一脸满足的妻子 丈夫感到十分幸福 在丈夫的宠溺之下 久而久之 胖妹从80斤的窈窕淑女 变成了500斤的虎视坦克 这天 丈夫收拾好行李 准备出差一个月 对于丈夫长时间的离开 500斤的胖妹鸟都不鸟 依旧躺在沙发上 吃着薯片 看着穷窑剧 好不快活 丈夫见状很是无奈 失落地坐在门口换鞋 她也准备出门 心里咒骂着屋内绝情的女人 这时 一阵天摇地动 胖妹从屋内走了出来 丈夫以为妻子终于开窍 来送自己 谁知 胖妹转身走进了厕所 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马桶上 马桶不堪重负 嘎嘎作响 真是要了马桶的老命 丈夫似乎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她还特意在厕所的墙上 约法三章 第一不要在厕所里吃薯片 第二不要在厕所里睡觉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坐在马桶上一定要轻 以免发生危险 但是胖妹处于叛逆期 丈夫不让 她就飞要 每次去上厕所时 都狠狠地坐在马桶上 恨不得把马桶坐她 这天 就如她所愿 她再一次重重地坐在了马桶上 这次马桶直接裂开了 她的庞大身躯直接被卡在了里面 脚也无法够到地面 仅凭双手支撑墙壁 根本不管用 她拼命挣扎 屁股依旧纹丝不动 此刻的她开始后悔 自己上厕所为什么不带手机 21世纪最奇葩的死法 一个月后 丈夫出差回家 发现平时地动山摇的家中 安静得有些奇怪 当她打开厕所门 眼前的一幕让她震惊 她赶紧打电话报警 经过法医诊断 胖妹是被活活饿死的 应该是意外死亡 然而 经过警方现场勘察和周密的推理发现 胖妹根本不是意外死亡 而是被人须以谋杀 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死法 500斤的胖妹上厕所 马桶直接裂开 她被卡在马桶上整整30天 被活活饿死 等警察赶到现场 发现眼前的这一幕 差点没绷住 他们决定先将胖妹送去尸检 可是 三个人用尽全力 根本抬不动这庞然大物 最终动员了六名警察 才勉强将她抬上救护车 接着 警察对胖妹的丈夫例行训问 丈夫表示 因为妻子500斤的庞大身躯 自家的马桶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次 这次换的是碳纤维马桶 没想到还是被妻子一屁股做坏 丈夫看上去一脸无奈 经过对现场的勘察 发现墙上的抓痕 看上真是一场意外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老警察走进二人的卧室 果然发现了一场 床头柜上摆放着一张丈夫 和别的女人的合照 然而 丈夫却表示 这就是自己的妻子 婚前她就是这样苗条 只是婚后身材走了呀 随后 警察又在厕所门口 发现了丈夫的行李 一般人出差回家 会把行李放在客厅或者卧室 怎么会静止推到厕所呢 除非是尿急 或者早就知道妻子的死 然而丈夫表示 都不是 只是自己的脏衣服太多 而洗衣房正好在厕所旁边 所以才将行李推到了这 然而 老警察早就已经打开过行李箱 里面根本就没有 丈夫所说的脏衣服 很明显她撒了谎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 丈夫十分可疑 但是现在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证明丈夫是凶手 与此同时 胖女人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报告如法医判断的一样 就是活活饿死的 而一个成年人在 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 只能活一个星期 但是厕所有水 人在有水的情况下 最多可以活三个星期 而丈夫出差的时间 却正好是一个月 时间把控的恰到好处 很难不让人怀疑 另一边 警察还发现 马桶盖上的裂痕 不是一次性形成的 而是经过多次猛烈撞击 才会导致最后裂开 警方猜测 马桶很可能被丈夫做过手脚 在马桶圈中间 偷偷割开一点点窝口 随后在胖女人 一次次重力作用下 最终完全裂开 而这一次 丈夫假借出差的名义 伪造不在场的证明 想以此来混淆警方的视野 然而警方经过周密的分析推断 还是看出了其中的破绽 最终得出结论 丈夫有重大作案嫌疑 这是我见过最狠的女人 上厕所竟然不带手机 500斤的瘦弱身子 直接将马桶作烂 被卡在上面动弹不得 没带手机的她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直到30天后 丈夫出差回来 才发现饿死在马桶上的妻子 然而这不是意外事故 而是丈夫的蓄意谋杀 警方根据线索 对丈夫进行抓捕 在妻子的葬礼上 丈夫摆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 让众人以为她真的很爱妻子 当警察找上门来时 丈夫依旧不肯承认 警察一一列出各种疑点 丈夫出差回来 行李箱摆在了厕所门口 说明她早已知道妻子的死 另外 厕所墙上的告示中 有一条是 节约用水 上厕所前不要冲水 这很可能是丈夫故意为之 她知道妻子上厕所的习惯 也正好抓住了 妻子的逆反心理 这样妻子每次上厕所 都会先放水 以此来掩盖她重重坐在马桶上 马桶裂痕崩开的声音 日积月累 直到最后马桶绷不住了 然而 对于警方的推测 丈夫依旧打死不认 表示这都是你们的猜想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见丈夫还不肯承认 警方调出了她出差期间的通话记录 发现她只有前四天往家里打电话 直到妻子被卡在马桶 不再接听电话 丈夫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往家里打电话 说明她已经知道 妻子被卡在马桶 丈夫依旧识口否认 表示自己只是工作太忙没有空 随后 警察又摆出证据 他们在二人卧室里 发现了一副眼镜 当时丈夫说是自己的 但是这副眼镜没有杜数 根本就不属于丈夫 说明他们家中有第三者的出现 听到这 丈夫头上似乎变了色 崩溃大哭 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杀人动机 原来 妻子年轻时是个肤白貌美大长腿 是众多少男少女的女神 丈夫为了让妻子死心塌地的 跟自己过日子 学到了追女人的精髓 要想抓住女人的心 先要抓住她的胃 于是 她苦练厨艺 每天做大餐给妻子吃 不让她工作 不让她做家务 每天吃喝玩乐就行 就这样 成功把八十斤的窈窕淑女 养成了五百斤巨型坦克 但是 丈夫并没有嫌弃长胖的妻子 还是和以前一样爱她 然而就算胖成这样 妻子的心还是躁动不安 她对丈夫的好事不见 甚至还要提出离婚 丈夫跪在地上请求她回心转移 却无济于事 最终 万念俱灰的丈夫 选择用马桶谋杀了妻子 这样神奇的结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